好 今天联合晚报说 酷酷嫂已经出动 夫人牌启动 包括了陈万水 宋楚瑜今天说 月底也要加入整个辅选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各个日报跟晚报 都有这样的广告 国民党的广告说 在民进党各种造势活动中 为何看不到一面国旗飘扬 民众的印象会是说 在中国高官来的活动中 为什么看不到一面国旗飘扬 好像也通 是不是这样子 郑正大哥 马英九 你不要老是用自己的眼光 来看在野 你也不要老是用台北的眼光 来看台湾的天下 你这样会看走眼 宋先生在选真的吗 我跟大家讲 拜托台北的张小姐 你率先发烂 说宋丑主一定要双人告帝 你不要贴帝 我跟你说 宋丑主一定双告帝 一定会动帝 你一定要这样想 你如果不动帝 小英动帝 好不好 就是不可以让那个动帝 大家认真打拼 为了台湾的将来 相信宋丑主一定竞争告帝 不要中了国民党的毒 国民党少了毒那么深 我们有水准的人不要中毒 周美清这张牌你怎么看 我觉得相对于紫锋车 到处这种感人 撼动人心 周美清如果跟着紫锋车一起走 就力量是很大的 不过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 周美清的牌四年前已经打过了 四年前的确有效 我觉得今年打或许会有点点效果 但是边际效用递久 加上现在大家的主轴是在检视 马英九的政绩 那么假如说周美清越有用的话 更凸显这个马英九是非常差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假如周美清太被凸显 其实让马英九也变得很难看 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是说 他边际效应会递减到相当的低 雷天宁 周美清一定是比马英九受欢迎 但是问题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想问周美清说 他马英九这样做 这三年来这样做你的看法是什么的 他可能就不会回答 因为他没有说他不要讲话 他就听大家讲话 他没有要讲话 很困难回答 但也是尊重他 像我自己的太太也出来在帮忙找街 尊重他 但是我还是要讲到 紫风车也好 三株小株也好 他是虚虚多多无名英雄 游下而上的 那个威力其实比一个周美清厉害太多了 郭老师 民众只要问周美清 你对你上过去三年的执政表现满意吗 这样就够了 其实真正感人力量 是来进民间的力量 紫风车力量 让他可以向富人富二亿很简单 为什么要透过那么多人共同参与 理由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改变台湾力量